國安惡法下的香港 4月12號凌晨4點多 四名歹徒持刀長錘 趁著印刷廠員工出入時 強行闖入為香港《大紀元時報》 誠意報紙的新時代印刷廠 大肆破壞 砸毀多部電腦和印刷機器 還向印刷機拋灑混凝土石塊粉末 破壞約兩分鐘 然後出門乘坐白色轎車逃離現場 香港《大紀元時報》發表聲明 絕不退縮 強烈譴責暴力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言論自由 遭遇中共的暴力打壓 並且嚴厲譴責中共 故凶襲擊大紀元印刷廠 製造白色恐怖 破壞香港自由和法治 因為印刷設備被嚴重破壞 大紀元被迫暫停印刷出爆 正在強救設備 爭取恢復出爆報導真相 兩批警方人員分別帶隊到場調查 根據警方人員透露 該案由重案組接手 香港大紀元表示 最近法輪功學員 在香港的多處傳遞真相的接站 遭到騷擾和破壞 一週內多達10次 這次歹徒破壞印刷廠並不是偶然 與各種惡意破壞行為的關聯明顯 顯然是近期某些邪惡勢力 有組織有計畫的系統行動之一環 這是近年來印刷廠第五次受到歹徒破壞 前一次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四名歹徒闖入潑灑汽油縱火 之前還有2013年2006年等暴力破壞 然而香港警方調查後都沒有結果 沒有一次破案 香港大紀元表示 這是邪惡勢力日益囂張 肆無忌憚的原因 因此希望警方儘快破案 無國界記者組織曾經多次發聲 呼籲當局制止暴力 國際記者聯盟曾指責中共當局 在幕後操縱了2006年的事件 譴責中共對獨立媒體大紀元的殘酷暴富 在國際上迫害大紀元的員工 IFJ呼籲國際社會發聲反對針對大紀元的 骯髒戰爭運動 新唐兩天電視張東旭整理報導